主播帶你由澳洲 墨爾本篇 由我王子盈帶你到處游 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文化氣息 水族館就去得多了 但在市中心 見到一個四層高的水族館 都是第一次 這裡每一天都會開放給一位市民 進來親親企鵝 在這個世界是很不公平的 說的我不可以主動摸它們 但是你看看這隻 和這隻和這隻 這麼近距離地摸我 刺我的話就可以了 有王子盈出沒的地方 怎會不吃雪糕呢 這間店就厲害了 老闆Carol特意去到意大利 一間傳統露店學師 將技術帶來墨爾本 開了這間店之後 在2015年還得過獎 來墨爾本旅遊省錢有辦法 說的是要搭這間City Circle 它會圍繞著墨爾本市內行一個圈 車內還有不同類型的景點廣播 這個環境這麼modern 你又猜不猜到 以前其實是一個工業區和碼頭呢 今天我要介紹的酒吧 特別之處 就是它想買的 都是產自澳洲的手工啤酒 想在墨爾本陳寶 好 只要認識來到Smith Street 這間店很厲害 從五、六十年代 橫廣至八十年代的產品都有 三十多個分區 由不同人來經營 他們決定他們買些甚麼 我現在身在餐廳 就是我身邊這位名廚Scott開的 很高興認識你,Scott 對,很高興認識你 首先要推介的 是Chef Tasting Manuel 裏面有七道菜 也有菜、魚、肉 澳洲人很喜歡吃和牛 或者這個鴨也很受歡迎 來到這個文青地區 Fish Roy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老闆是特地買了一輛 六十年代的美食車 將它改裝成為水箱 當地人都很喜歡來這裡 買杯飲料、看本書 那就是一個下午了 只看這裡的環境 大家猜不猜到 我現在身處 麥爾本市中心 一個商場的平台 這裡除了這個帳篷之外 說話,還有三十個類似的帳篷 讓人租住 麥爾本市政府 很鼓勵大眾 或者雙營機構 善用天台的位置 例如你可以營運酒店 甚至乎種花 又或者養蜜蜂都可以 這個旅程 我經常都看到 牆上有一個很漂亮的圖鴉圖案 都很想知道 究竟他們是怎樣畫的呢 So Connie, grab a seat So what we're gonna do is I'm gonna get you design On your own stencil 畫這個也有技巧的 要留這些位置 不要填到實在 否則一切的話 就整片脫了出來 這樣就噴不到了 剛才Daryl老師說 要給我7.5分 於是要多挨兩挨 她就變了給我8分了 想探索更多澳洲城市資訊 即上這個網址 跟我黃子盈 遊牧二本